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我夫人口中所说的大师兄 先前没注意到若有什么招呼不周的地方 还请段兄不要介意啊 不会 其实来这里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就是顺道过来看看小师妹 小师妹 你的身体还好吧 大师兄不用担心 小九的医术很好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那就好 他看到他现在这样 他也知道他很好 段兄 我们去前厅坐下聊吧 这样让段兄跟我们一起站着 实在是有时代刻之道啊 段木白看了凤霄一眼 便与他一同前往前厅 关系领在一旁拉住了冷华 带前面几人走远 这才问 这段木白来了没跟小九说一声 还没有 主子这会儿应该还没醒的 这样 那你去前面招呼着 我去后院看看 关系领事已冷华快离开 自己则往凤九的院落去 见冷霜在门外守着 便招手示意他过来 少爷 什么事啊 你家主子醒了没 还没 宣言墨泽在里面没 没有 严主在他的屋里睡着了 那个段木白来了 我正想问问小九要不要去看看 不过既然他还没醒 那就算了吧 关系领摆了摆手 这才转身 准备去厨房找些吃的 冷霜没有叫醒凤九 而凤九这一睡 却是到了中午才醒来 等他打开房门 伸着懒腰走出时 见院子里 轩辕莫泽和关系领 正在下棋 不下了 我跟你下棋 下不赢你的 关系领叹了一声 觉得自己就是找事做 明明不是他的对手 还跟他下棋 这从早上下到现在 他就没赢过一盘 轩辕莫泽勾了勾唇角 也不在意伸手一拨 是一冷霜将棋盘收起 便看向那走出来的凤九 醒了吗 肚子饿吗 我是被饿醒了 我就猜到鬼应该差不多醒了 吃的我都端来了 灰狼从外面进来 手里端着托盘 将上面的东西 给他们摆放在桌上 别人是吃午饭 鬼是吃早饭 主子说了 鬼一刚醒来 饭啊 估计是吃不下的 所以让人熬了些粥 多谢 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 有什么好些的 没错没错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鬼一 你可是我的主母 伺候主母 也是我的本分 也是我的本分